焦点人物今天来看的是艺人吴宗憲 最近他的债务问题颇受瞩目 有平面媒体报道说他投资LED产业 结果失利负债超过了6亿元 户头也只剩下了150万 在下午他从大陆搭机返台 那么他壮四轻松的表示 一切都不是真的 他说呢 这个150万虽然很少 但是没有规定钱都要存在一个户头里 他还表示 他的工厂在清算完之后 即将要迁往大陆 刚从大陆坐秀回来的吴宗憲 一身轻松打扮 一下飞机就被媒体追着问 银行户头只剩下150万 但吴宗憲仍然贪笑面对 你们问题很无聊 我知道吃糖啊 你们在户里面只有150万会不会太少 对啊150万是少了一点 但是我们不一定会把那个 放在同一个户头嘛 说着说着 吴宗憲还直接拿糖果出来吃 记者继续问那公司电话 怎么变空好了呢 我就跟你们讲啊 清算啊 清算完毕啊 所以员工的薪水清算完毕 把它付完之后 我们现在签场到中国大陆啊 唉你都没有update 吴宗憲在台湾的节目不如以往 不止LED连演艺中心都开始转往大陆 大陆媒体报道 他最近常常现身上海的选秀节目 担任评审 还计划接下当地演艺学院校长的职务 露营啊工厂都在那里 携我穷一点 这几年有一个好处啊 没有比较少朋友跟我借钱 综艺天王真的走到那了都要来娱乐大家一下 看来在大陆事业满党的他 似乎准备在大陆捞金 要把在台湾亏损的钱统统赚回来 中天新闻黄主华晨一林 桃园采访报道